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秒7 4秒05 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021年冰湖国家集训队奥运选拔赛 第一站的比赛 我是郭文景 今天的解说嘉宾是周剑奇 我们现在正在首钢 东迅中心冰湖馆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比赛 比赛前两天 周一周二已经进行了两轮混双的比赛 今天呢 进行的是四人的比赛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那个比赛阵容 男队阵容是一蕾是程阔 二蕾是江东旭 三蕾是 藏家亮 四蕾是王孟春 女队是一蕾是江星 二蕾是 张立军 三蕾是东西齐 四蕾是韩语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比赛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比较有意思 应该是男队跟女队的比赛 这个是男队的一蕾成阔 现在我们今天第一局比赛 现在是到二蕾头 江东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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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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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一个选进啊 我们现在 红球 第一局他一般都是采取什么战术 来进行 现在第一局 现在打法比较保守 现在是韩宇选择了一个侵占位 现在投球是张立军 8秒5 谢谢哈利 一般指就是有一种清开力量 就是那种大力力量 但这球现在完成的不是很好 因为他们有清掉 把两个球就是说给打飞 江东旭 二类 男子队伍和女子队伍相比两个队伍的打法有什么不同吗 男子队伍的打法就是偏激进一些 因为男子的击打力量比较好嘛 所以说他的进攻打法比较多一些 像女子就一些小球啊 对 这球是没有成功啊 选择为选进 是要悬过来 然后碰着了 这样力量小了吗 这一球 对是力量小 线路小了 这一球就要选择 那个女队就要选择是 应该也是属于清开 把这个球给 就让大本一不要有站位胡在前面挡着什么 对 因为是 这局是江一迪的后手嘛 后手一般就是 要让局面更简单一点 是 对 因为我后手一般都是最好能保证拿两分 现在这个球完成非常好啊 因为把前面站位全清开了 就大本一就只有一个红胡了 对 所以说局面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是三磊藏家亮啊 也是一个比较老的运动员吧 对 也是参加2014年的 索期冬奥会的一个运动员 一磊 老队员是不是就比较 会更有经验一点 对 他大拆经验应该是比较丰富的 这球选择的是一个站位 下线 好 下线 下线 好 还不错啊 能藏 但完成的不是很好 露了一半 最好是要把整个虎给盖住 对 这还是比较精准性啊 扫兵啊 或者是线路判断上 都要很精准 对 有一点点掉也不是特别大 就正常 这我们三类冬子棋 对冬子棋 这球选择了一个是选打 选打就是要绕过张卫虎 把大本营里的虎给打掉 对 这个要求比较精确一些 下线路够了 好 线路够了 过来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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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一直插 主要想把这个黄球插到这个红球 黄球的后面 就算一个选打又甩过来了 对 甩到前面还有一个站位 能够保护他 对 因为这个力量少一点 可以吗 但还是完成的还不错 对 这球选择一个打定啊 葬家亮 正常啊 醒 正常醒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也是基本完成任务啊 就是没有留在营里 第一目标是想要把这个球打留是吗 对 最好 最好是打留 第二就是说能打到 就是这个前面站位球的后面会更好 现在就局面比较简单了 现在选择清开 好 好 完成的也比较好 大家要摘入虎了 对 打掉就可以了 我看这运动员他们之间交流的是这个场地的力量和线路 对 交流场地 力量 线路 包括这个秒数 他们都要沟通 这就比较简单了 他可能选择进行 局面简单化了 因为前面没有站位了嘛 刚开始主要就是了解场地 对 然后打得简单一点 四类 王凤驰 这个运动员也是很 对 是中国的第一代冰湖运动员 那也真是经验很丰富 对 也带领中国男队在当奥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啊 就是老队员新队员都在一起同场 禁忌 好 最终选择进行 运动员也是在交流这个场地啊 线路 第一局就应该比较简单了 这局应该是打0比0了 韩宇 四类韩宇 选择了一个打定 韩宇这个运动员还是年纪比较小 对 但是 也还是比较有 在四类指挥上也比较 比较有天赋 比较有天赋 因为他在市庆赛上也取得第四名比较好成绩啊 好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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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流头 这局来说相当比较简单了 好 这是大家选择的一个悬剑 想给女队制造一些难度 选到黄虎的后面 有一个保护的动作是吧 看他完成怎么样 本来说八九 就是说在场地的原型的后续 就是说现在球力量比较大 最好是应该停在停线 对 停在停线的位置 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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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下线 这球完成得非常好 看看韩宇能否拳打 把他打掉 一般我们这个比赛 先手和后手他们的比赛每局的目标是什么 先手一般就是说争取能偷分 就偷对面分比较好 但后手的目标一般就是能拿到两分或两十分以上 就算实现了目标 完成本场就是本局的一个目标 先手一般能偷一分到两分都是说非常好的选择 8秒59秒 9秒 8秒5 8秒5 韩宇这球选了一个选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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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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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2 3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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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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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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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出现我们镜头当中的是女队的教练 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可以等一等啊 我感觉 城阔 线路还可以 稍微有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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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还行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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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东区站位 再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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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们看 95 看什么 95 但是这个没太多 一磊 江西尼 线路OK 121 2 20也行 1不行 2 也是选择了一个边区站位 下线持续 2 这也行 2下线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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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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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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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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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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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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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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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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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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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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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这球现在位置比较大 现在暂位 我先站着 先站着 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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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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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没有打上 露一点了 这壶 这球基本上全露了 可以说是轻松打掉了 基本上这壶都是全露 对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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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路也是够了 完成了也是比较好 十秒五 挺好的 就稍微掉一点点 好 这点力量就差不多 十秒五 十秒五 好 二 好 二 二 对 也是一直在顶线藏 想让这个湖走得更直一点 对 因为它有掉线嘛 会越掉越大 如果再掉的话 会碰到前面的站位 他就选择一个打定 朝鲜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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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线路就比较迟 力量也比较大 完成还可以 甩了一点 还藏在那个站位壶的后面 也是属于叫歪打正着 运气 挺幸运 打冰壶也是需要一定的运气 冰壶也称作是冰上象棋 在冰上博弈 对吧 张力军 顶线的 四 二 线路特别好 五 也是力量 一直顶线来就行 可以差 六 二 五 现在是第二局 张力军的第二个球 五 五 六 没问题 张力军 张力军 想选到这个红球的后面 张力军 但力量稍微小一些 稍微磕了一点 这个红球 稍微小一些 线路还是比较好的 力量再稍微大一点就过来了 对 那就差一点 这每个球还是非常精准 对 稍微小一点 往 去走 去走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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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一个打甩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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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完成得非常好 他打完之后甩到了自己中区站位湖的后面 对 男子队伍就是击打能力也会更强一点 对 男子因为男子比女子力量比较好 所以说男子一般都平常有打法比较多 她的击打力量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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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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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一直在交流这个力量 对 好 再说十一秒 就是 贴这边 差距数是贴了边过来的 对 还是很精准 这球 12秒 全都比较好 冬子齐也是一个比较 击打还不错的运动员 对 冬子齐属于一种 力量型击打比较好的运动员 看这一球还是挺 悬打比较好 悬着贴着边过的 现在的局面就比较简单 这球也是擦碗 也是想打甩 甩到自己风队的后面 这球继续还是女队选择 把这球给打掉 对 还是想选打 对 能甩最好 甩到红球的后面最好 红球后面一点 难度还是有一点 对 选打一般说难度 稍微有一些的 对力量控制要求比较高 对人说出手大一些 就是说线路会比平常会大一些 这球完成的也是非常好 挡上了一半 甩到了右侧这边大门 只要能挡上 基本上就是对手一定的压力 现在是要制造两分的局面 现在对手这球对应该是 这个球对手 我看看他选到了一个什么 现在是大门营里黄虎是最近的 对 王晃春 斯雷 准备投出来又给胡再重新准备了一下 感觉不对 只要这个胡没有出前面这个梯线 都是可以重新再投 选择了一个应该是传击 用自己的红球把黄球转掉 也是完成的比较好 现在对手就是红球是两分千日 因为这局是黄球的后手 所以说大概率说黄球能拿到一分 韩宇 是选择了一个玄境 但力量好像是稍小一些 队员在报四五 五区 队员一直在下向 也是想把这球悬死 完成了稍差一些 因为没有旁边的红球进 这样红球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 看着怎么选 他可以选择一个选进或者是悬刻 顺时的话 如果顺时往这边投呢 顺时往这边投 也是在纠结啊 那个站位好像微微倒 那我就往中间投也行 但是小一点点我送一下顶一点点 我给反正悬过来吧 但是逆时悬有点毕业 力量点线交流的也非常细啊 我感觉这个点就行 不能到几区啊 不能到几区啊 啊 不能停几区的双飞 16区 赢的也行 或者投后面也行 OK 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中区的一个玄境啊 帮碰锤 点大 我感觉稍微大一点 5 力量 再一点 正常 5 2 顶先 2 这球现在应该是偏小了一些 2 别管 顶住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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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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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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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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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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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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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即将进入第三局的比赛 好 第三局比赛开始 第三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首先因为女队上一局拿了两分 这一局就是先手先投球 对 因为拿到了分数 所以说下局变成先手 一类江心迪 他们交流还是比较细致 一直在说力量 线路 这球选了中区站位 他站的比较高了一点 伊磊成阔 成阔这个运动员以前是不是也在打过混双比赛 看着还比较熟悉 成阔原来也是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 前两天混双比赛成阔也参加了 对 成阔也参加了 但也是对场地他可能了解的会比较多一点 这球选择了一个站位 这次的选择比赛也是分为混双比赛和四人比赛两个部分 前两天已经完成了混双比赛的部分 今天和明天是四人的比赛 今天一天的比赛是男女队伍进行不同性别的比赛 明天将进行的是男子对男子和女子对女子的比赛 对 明天有两场比赛直播 欢迎大家来收看 成阔选择一个打定 这球也是想打甩啊 稍微甩一下大 因为前几局也是属于双方在测试场地陷落 他这个场地通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变化吗 对 可能通过一些相当于外界因素 包括场外的人数啊 这个温度啊 湿度啊 都会对并面有一些影响 其实每一球可能场地情况都不一样 需要运动员在不断的分析场地 对 适应场地 对 也是所以说运动员在一直沟通嘛 交流嘛 看起来好像还是挺简单 那其实每一球也是说是需要每一个精准的分析啊 对啊 这个细节说必须要做到比较好 才能说把这个比赛完成得非常出色 10秒 张力军现在是 二蕾江东旭 选择的是一个玄境 5 5 7 8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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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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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7 8 10 7 5 9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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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两个球的事 也是说比较好 那算是比较好 还是完成的比较好 对 也是算失误趋向嘛 那冰湖怎么就说 这个失误趋向 就是说可能说 这个球想完成 但是说他没有完成的比较好 而且说想要达到第二效果的话 就是说有一种失误趋向 就队员可能判断出来 等于说就是一个球 其实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这球想悬进的话 但这球力量小了 我可以考虑这球 是否说留在前面当站位 如果说这球的话 要力量大的话 我会位置的不好的话 我可以考虑说 把它就是说插出去 就是还是要随机应变 你需要在冰湖场上 根据情况 事实地改变一下你的战术 对 这球是力量小了 这球是红球想选择一个悬进 选到两个球的后面 但是说力量和线路 可能说稍小一点 可能说场地变化了 对 也是射了 现在我们看到三垒冬紫棋 选择了一个是选打 如果这个球能悬到 打完以后悬到两个黄球的后面 会更好 打完之后再甩一点 但是线路说还是小一些 9秒97 我可能给了 他现在目前也是这个黄球 是在大门营中算 最近的一个户 对 球也是比较多 就看后手 南队王凤春队怎么处理 对 马王凤春队是选择了一个相同的打扒 三垒 三垒 藏家亮 藏家亮也是一个比较老的运队 2014年索气冬奥会 也参加了男子冰湖的比赛 对 藏家亮也是在奥会当中打的是一垒 也是经验比较丰富 这球完成得非常好 很好啊 悬到了黄湖的后面 对 所以说只能说拿前面的黄球 把它找掉 讨厌队员的精准度 今天这个男生对女生 男队对女队比赛打得还是比较精彩激烈 对 可能前几局打得稍微说简单一些 但是可能说后面的话 说进攻会比较多一些 这也很考验队伍体能素质 对 体能素质 包括队员的耐心 都很重要 不能着急打这个冰湖 董子齐看他完成怎么样 线路可能还是没下来 选择就是把球清开 这也是刚才我说的失误去向 打掉了一个站位服务 对 也是属于这种第二方案 这是南队的三磊藏家亮的第二个球 四磊王车说要挂站位了 可能说这个球的线路说偏小 对 让他顶线擦 就让这个球走得越直一点 还可以其实这个 可以 但他想是打甩嘛 完成比较好 自己的那个壶也藏到了黄壶后面 但这个红壶露出来了 这球是太小 其实实际上 应该是分 把球分开 分到您的两边 对 因为现在这个黄球就比较好 难办 比较难办 这球必须要打甩 所以才能给对方的一个压制 时局比赛其实还是很长 需要运动员有很足够的耐心 把每一局的比赛都给 每一球都完成好 对 因为时间非常的长 一场比赛要三个标志 韩宇的第一个球了 对 韩宇第一个球 第三局了 最后还剩四磊的两个球 好 查球 也是没有甩过去 甩了一点点 这时候难队可能就会选择 把打掉这个黄壶再往外边甩 对 尽量离前面那个 两个站位球远一些 避免对手一个球 解决两个球的局面 对 他也说了 往外甩 如果说这球成功的话 对韩宇来说就是一个两分牵制 最后一球就得 最少得清掉一个 如果能清掉两个会更好一点 主要看有没有线路 线路的话就是说可以直接投一个 这球完成得也非常好 还甩了一些 这球看来只能像周老师说的一样 选择往中去再悬一个 对 但这球之后只能是应该说拿一分了 拿一分了 韩宇是韩宇队 交心敌队这局是先手 这球必须选进了 不选进说可能会丢到两分或者三分 如果这球选进的话 会对王王池有一些压力 压力 最好是选在提现原心的位置 还是说是 尽量离原心近一些 上 原心的上半部分 对 因为这局必须要控 王王池队能得一分 这一分是最好的情况了 这球是选择打掉一个 打掉一个 选择给对手两分 没有做一些激进的打法 如果说刚才韩宇队球想做一个玄境的话 要是如果没成功 对手会直接拿到三分 保守一点 保守选择给对手两分 他们现在是在量一下两个球的距离 还是选择玄境到大本营 对 选择投了一个 投一个 对 选择拿两分 反正是担心打甩 打掉这个球的话 会打甩 对 或者说 对打飞 看来 斯磊还是对自己投球比较有信心 对 王王池队的手感说是 比较好的 投球型选手 就喜欢投小球多一些 看看这最后一球 力量怎么样 现在第三局 四垒的最后一球 力量线路也是非常的好 应该是没问题 两分 缓慢地停在了大本营中 拿到两分 第三局比赛结束 王凤春队拿到两分 现在比赛是2比2平 下面我们即将进入第四局 更紧张 你就再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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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们,第四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南队王峰川队伊磊准备要开始偷第一个湖 场上比分是2比2平 伊磊成过 可以,3,线路可以,3,大概2区 也是选择了一个战位 前局的打牌还是比较简单 每一局开始一般都是你站位,虎卧先开始开局 对,前几局一般可能他们都在了解场地 打法会比较简单一些 不错,选到了这个中线 对,一个中区站位 我看到刘蕊现在是王峰川队的教练也坐在后面 这都是国家队以前的老运动员 对,都是老一辈的运动员 我看到他们回来就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对,也是一起帮助中国冰湖能成长 对,能够更好的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 好球,好球 16秒1 这球也选得很不错 对,也是一个双站位打法 双站位就是要在两边都站一个还是 对,就是咱说双站位 可能两个站位就是双站位 还是前面就是说球比较多 打法会比较复杂一些 局面开始要复杂起来了 因为你看前几局这打法基本上是相同 就是看谁说手里有失误 对手就可以拿到比分 目前看比赛两队都发挥得还不错 失误还不是很多 对,失误还是比较少的 看基本上都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球完全也是比较好 基本上是悬死了 又是你 两次加油 当然是一个 但是她那时是3.5的力量感觉到 se 但是她们是13秒5的力量感觉到那挺的 但是她们是13秒5的力量感觉到那挺的 我就段到那儿点 我按95 像 相信第一 第二个 比赛打得还是很紧 两边都咬得很紧 四局比赛结束之后是2比2打平 也是在相互试探 这一球是选择的玄境 沾上 对 玄璨 像沾上那个红虎 好 完成得非常好 沾得很好 角度都不错 对 也属于在做球 一点也属于在布局 布局了 冰上开始博弈起来了 对 像棋是 因为冰虎也统认为冰上像棋 然后还比冰上像棋 加上体能一些团队 对 既用脑又有体能 对 很有趣的一个项目 对于一种贵族运动 贵族运动 比较绅士 看我们场上的这小伙子小姑娘 都是身材又很好 相貌又很好 颜值很高 对 然后他们的球技也更好 这球也沾得不错是吗 对 也是完成得比较好 像我们说就开始穿糖葫了 就是说比赛进入了比较复杂的阶段 你看一串接着一个球挨着一个球 对 叫穿糖葫芦 对 就是说意义是比赛当中就是说这种局面就是比较复杂了 也是说比分相对少一些 这是二蕾张力军 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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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着大冰小了 可以下陷 可以够了五区 五区 五区 下陷 那我擦一擦 三区 二区 线路很大 不能喝 三区 二区 线路很大 二区 也是想沾上它那个红湖 OK 可以了 力量稍差一些 但是也完成得说还可以 还不错是吗 最好是可以沾上 但是在前区也还可以 最好可以沾上 也属于第二方案 我看这回放这两个运动员都在非常拼命的擦冰 这对体能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二磊姜东迅 线路很明显 线路还可以 三 一二三 刷位置 刷位置就好 现在是比赛第四局 不用下 二磊的第二个 三 抓位置 抓位置 再来 不用你 稍微撇一下 选择了一个站位 尽量让局面复杂起来 看这个大本营里面 中区这个线上都是湖 对 因为这一局是江新第一队的后手 所以说想让局面更加的简单化 所以这球一定要选择清开 把前面这些红湖都给轻走 对 尽可能像一个球 轻掉前方的两到三个球 很考验击打能力 对 力量一定要大 下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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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红的有一个离大本营最近 三磊藏家亮 两篇小一些好像 线路一篇小 还是想打完以后甩到边上的黄球后面 队员想让局面更加简单化 想让大力把球都清开 后来把球打散 冬至其一名运动员也是擅长击打 力量比较大 看他完成怎么样 可以 现在把中区基本上打开了 这就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 完成效果比较不错 往这选择一个打定 如果成功的话 是对手有三个球在营运 这局是女队是后手 对 女队是后手 现在营运的局面形成了三分签字 就现在对女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 还能不能尽可能的 不能失误了 红狐给打掉 想找一个三飞的角度 想找一个三飞 最好能完成三飞 当然打掉一个两个 可以接受的局面 首先是要奔两个打掉 董子齐 我们来看看董子齐这球 能不能完成一个精彩的击打 好球 打掉了两个 很不错 就是用一个球 解离了对手两个球 这边得正常往上给一点 王伍春还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打定黄狐 这样能保证 给两分施压的一个局面 对 自己能达到牵制对手的一个效果 一个球 半个球都行 他这个刷子放在这个 冰面的这个位置 是给他的一个瞄准点是吗 对 也是给他一个出手点位 现在是第四局 最后两分 这球的线路比较大 失误了 这是没打着啊 对 还挺可惜的 现在的局面可能说是反过来了 现在如果说黄球 把黄球打掉的话 会形成一个两分 两分的局面 对 这球失误还是挺大的 对 没有碰到那个黄狐 差一点 基本上碰了一点 碰了一点点 但是力量很小很小 对 这球力量也是偏大 这种失误是线路上还是力量上的问题 这种上应该是力量比较大 对 力量比较大 它没有掉下来 没有掉下来 太直了 对 可能场地也有些变化 我看四雷也是很可惜的表情 因为这一个球的失误啊 可能会导致这局丢掉两分 马上局面战况就反转了 对 局面和就是说发生了一些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每一个球啊 看着很 但是都很重要 一个球就能马上呢 这个局面从有力有力变成没有力 对 很重要啊 看看你对这次能不能把握好机会 这个场上的战况是瞬息万变 如果你一个球失误的话 可能说对手抓住机会 就能马上翻盘了 对啊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也要屏住呼吸 看好每一个球 稍一不留神 可能局面就不一样了 好 韩宇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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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了 可以打 可以打甩 好球 这球不错啊 还甩到了战位虎的后面 对 好球 很棒啊 现在就看王宝宇怎么选择了 如果说他选择一个悬进 那他的打法就比较激进 可能会丢掉三分 如果说要失误的话 说可能会丢掉三分 如果说想给对手两分的话 就是说选择打掉一个 或者说打飞一个都可以 好他现在选择的是打飞 击打啊 还是选择比较保守一点的打法 也是想尽可能 应该能有两个吧 这球 但我在这个位置 位置看不太轻 就是double的角度 打掉两个 对 就尽可能可能想打掉两个 看看四类王宝宇 因为他选择的是逆时针吗 最后一球是什么 完成效果 应该是想奔两个打掉 下 下 看看四类能不能一球 解决这个局面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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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打掉了一个 打掉了一个 好 那对韩宇来说 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如果说往营里当中 投进一个黄球的话 就可以得到两分 大本营是非常的敞开的 只要你搭这一点 对 只要说投进圆心就可以 就可以了 投进营里就可以了 投进营里就可以了 就能说圆心 就比较轻松的 但在这个时候的话 运动员一般会了解场地 对 想投圆心 尽量奔着圆心投 奔着圆心投 好 我们来看一看韩宇的最后一头 第四级的最后一头 现在看一看没问题 因为运动员报四驱 但这个线路好像是小了 哎呀 这球还挺可惜的 因为这个球线路比较小 刻到前面站了 没有投进来 所以说只拿到了一分 点可惜 第四局比赛结束 男女队比分是3比2 韩宇 江星敌队拿到一分 我给你投的那个是一半一半收了 半刷 就是那边一半一半 我觉得这个正好差不多 能掉下去进行就行 没事 没事 就当王家打了就大多了 给他一分打 给他一分打 好 还是先站一个 1 2 加油 加油 咱们集中注意力 加油 没事啊 我没这边投投在直了 跟之前一样差不多了 你可以 如果你拿我的球当参考的话 得收这么大 对 因为CV那球有一个吊子大 知道了 好 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第五局比赛 马上开始 刚才也是韩宇就球失误了 不知道对这个心态来说 有没有什么影响 好的 希望我们运动员还是尽快调整好心态 忘掉之前的比赛 完成后面的每一个球 现在比赛才到第五局 可以再安全好 可以再擦一点劲儿 没事没事 站中线 力量很好 好强 中区站位 对对对 15秒6 OK 但你看 有点软都没掉过中线 OK 几边 中线 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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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阔一垒 可以 加入可以 力量 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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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一个玄进 中区玄进 这局打法开始有点变化了 对 这局是平津萌了 对 后手先往大本营里头一个胡 对 把位置给站上 完成也是比较好听的 那前区啊 还藏得很死啊 对基本上是全死了 基本上全死了 从这个角度看 藏得非常完整 都没有漏一点 这等等线 五 没事的 五 这给出手了 四五 OK 可以下线 四 四 这球也是想要 要玄进 对 最好也是停在他这个前面 在圆点 但力量啊 这球偏小了一些 十五秒一 好 力量呢 这多大 第二个 队员韩宇刚才说的是 十五秒一的话 是从 投球前置线到 对面前置线 对秒数 通过秒数来判断 这个场地的 滑色度 包括这个球的力量 怎么样 对 二人类 一类成阔 也是选择一个 全进 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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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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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啊 说这个力量 对 力量和线路偏小 所以说这球应该是过不去了 嗯 也是客战位了 磕到了这个黄湖 对 磕完之后 这个红湖还把自己的 好像角度看上去 把自己的红湖也给遮得 还挺死 对 基本上 折得比较死 对 现在就看谁可以抢先一步 加油 还是进行在悬球 对 站到鸿湖的上方 有线的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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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可以抢一抢 线起去 五 二 线路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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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够了 对 对 对 还可以 就是看线路和旋的位置 特别好 二 来来来 再下点线 起来起来 好球 完成得非常好 还粘得不错 对 14秒3 原来交流也很有趣 看下一球 南队这边该选什么样的战术 南队也是在看球的位置 选择了一个传机 软卖传机 有黄球打 对 再打 那不是把自己红球给打 有黄球打黄球 因为红球这局是后手嘛 因为前面的站位比较多嘛 想局面经常简单化 看到他轻掉几个 也是 可以 这球打开 营里的球都比较 都散开了 对 比较散开的 里面也是简单了 但前面还是有几个 战卫狐在上面 对也是 战卫狐多也是对黄球比较好 但现在他把营里这个 应该是选择一个打定吧 把这个红球给打掉 或者是打甩 先手就是要尽可能的 对 能保证控制 对手能拿一分 就是已经完成本局 我觉得是说最好一个的结果 应该是比赛第五局 现在是比赛第五局 对 你 看地球怎么样 OK 打飞了 在10秒6 江东旭 二雷也是选择了一个玄境 还是要抢先把大本营的有利位置给占上 对 争取先能有一分 我给军二楼 我给军二楼 五悬 先锣开啊 我给力量了 身体大 身体大 六 六 能悬过来 选过来 选过来 下线 悬也下线 八十元八九 没事 下线真的差吧 下线 选择二楼 一直下线 二楼 应该是想悬到这个红球的后面 这球力量比较大 应该是没有选进去 这球力量稍微大了点 对 没有掉下来 能完成好 形成一个两分的局面 稍微小一点 水都可以带一点 三磊藏家亮 好 差点 比赛现在是第五局 双方是三磊的投回来 大锅 差点 也是完成得比较好啊 看能不能插出去 留在了营里 大了一点边啊 对 留在了营里 就是有效地得分胡 看看这时候还有怎么选择 如果说选择玄境的话 就是比较冒险 或者选择比较打掉一个的话 就是给两分的机会 也是一个保守和激进的选择 现在应该是选择了一个玄境 还是比较激进啊 冲一把试一试啊 对 这个给的小了 先往开 因为顶点 顶点线 看他完成怎么样啊 嗨 快点线 感觉这个球的力量还是比较小啊 还是说小小一些 再小 再小 对 现在交流力量一点小了 挺可惜的 力量小了 有差过车一点一些 嗨 这球还是失误了啊 辛苦辛苦 但其实在前面形成一个站位 这个局面 对黄虎有用吗 没用了 现在基本上是没用了 最后的 对啊 因为四类还有两个球了 现在营里红球两分前置 如果说这时候 对手再选择玄境的一个的话 就是三分前置 三分前置 对 很危险 到韩宇的话 就是说比较 嗯 比较难处理 看三磊 张家亮完成的怎么样 能不能把握机会啊 拿到这个 三分的局面 对 爆了 七八 就是说这球力量还是比较大 好 劲儿得打 劲儿得打 哇 还是打 力量有点大 我看听音乐有点交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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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下 走后踏了 应该是力量比较大了 有点删掉 哇 哇 下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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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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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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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偏大了一些 如果这时候韩宇选择一个 沾上的话 应该是可以控制本场的比分 沾到这个红球上方 就可以看指挥也是这么交流 把球放在红球的上方 对 能够稍微把局面给控制一下 最好沾死 让我们看看思蕾韩宇完成的怎么样 韩宇这名运动员头球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5 6 6 6就可以 可以的 可以稍微来一点 可以的 现在是比赛第五局 剩四位的两个湖 看看能不能过来 看看那个线路啊 只要能过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哎呀 经过很险啊 过了第一个站位 哎呀 也是完成得非常好 还不错啊 还可以 还可以 很惊险啊 过第一个站位湖 又过了第二个站位湖 稍微碰了一点点 碰一点点 但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说要没碰了一点点的话 应该说可以沾死 稍磕一点 现在就把场面交给红狐 看看红狐怎么处理这个火 因为这球它也是不好打啊 打掉的话 有可能会把自己的红狐也给关联掉 对 不好打 这球韩宇还是说完成了目标 控制住了对手 如果说这球想选择激进的话 大力飞薄掉的话 可能说比较难 运动员也是在交流这个该怎么选择 对 因为是有大分机会嘛 也是说考虑的比较周全 他想投 他必须得投 那咱他要投比咱进 咱可以选哪 要不就这 打开 稍微 打站位 打站位 对 这就是看起来的效果 局面还可能是那么复杂 看看他能清掉几个 第五局 红狐四来第一个球 哎 也是说还可以啊 但是说没有解决到关键性的问题 对 清掉了两个次站位的次关键的站位 完成的不是很好 如果说韩宇这球再把黄球往后磕一点的话 或者说把黄球磕进的话 争取黄球能拿一分的话会比较好 也是想往这个圆形磕一点 啊 想投一个 啊 想投一个 对 因为 一直都没有投过 这边 这边 这个点 不是 韩宇的投球手感还是说非常的不错 我确实投一个 我确实投一个 我觉得确实磕一点让开飞行 对 我觉得顺身投一个 好 全能的 我上一个半场表露了 韩宇选择悬进 最好的位置是投在圆形的位置 好 我们看看韩宇这一球投的怎么样 第五局 四类 四类韩宇 这是最后一壶是吧 对 韩宇的最后一壶 他还能不能按照计划头到大本营的中心 形成一个 力量应该凤了 现在就看线路 对 安报七 力量应该 力量够了 好球 哎 穏稳的停在了大本营中间啊 这球队是力量和线路的把控非常好 好 现在把这个难题就交给红队了 看看红湖这边该怎么处理 也是比较难啊 可能先选择一个大力的击打 想把黄球都击出大本营 如果说要打成的话 红球可能有四分的局面 但如果失误的话 可能说黄球会偷的一分到两分 也是就是说富贵险中球嘛 机遇挑战并存 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这也算是比较关键的一球 如果说成功拿到四分 三到四分 好 王沐春 看这球怎么样 上来了 第五局最后一球啊 哎呀 也是失误了啊 有点可惜啊 对 黄球偷得了一分 哎 偷了啊 第五局比赛结束 现在 现在比分是4比2 江星敌队啊 得到了一分比分 五局结束之后是4比2 让我们进入半场休息啊 稍后将进行精彩的比赛 对 各位都休息一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子 老板 串 生辑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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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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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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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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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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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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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是在交流这个位置 刘瑞和王后拳都是属于中国冰湖最初的一代冰湖运动员 都是打三壘四壘 这球还是粘在这个黄虎的上面 然后要比黄虎李元欣更近一点 尽量的压缩这个元欣得分区域的位置 一定要粘上 一定要比营里的黄球近 所以说这球也非常考虑心态 如果说力量大了或者是 紧张了一嘚嗦了 可能就 直接输掉了比赛 看看四壘最后一头 很考验四壘这个能力心态 心脏大不大 好 好 王后拳 注意头 七 磕 哦哦哦哦 别拧线 别拧线 轻磕 七 正常 七 你确定磕吗 确定磕 哦哦 后一点 哦哦哦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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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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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还是有点大啊 哦哦 看怎么下来 哇哦 还是说第一目标达成啊 还是还可以啊 这一球 看韩宇选择头一个还是打一个 最后就看看黄狐四壘韩宇的最后一球 韩宇应该选择打一调 我打了11秒5 打掉红狐啊 就能拿到一分 就能获得本场的顺利 打掉红狐可能是获得两分 看看韩宇最后一球 隔壁场次的队员也在旁边观看啊 这一球很考验四壘 心态能力 看怎么样韩宇 9秒5 9秒5 报的力量啊 队员交流应该没有问题 力量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 看看这一球 看看怎么样 所以黄球拿到了两分 黄球拿到两分 赢得本场胜利 好 本场比赛 最后黄狐第十局 拿到两分 最后比分是8比6 黄狐领先 获得了本场的胜利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观看 下午我们比赛2点05分 在这里准时等候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我们的解说周剑奇 谢谢郭文景 我们的解说周剑奇 中文字幕 李宗盛